我二十三岁 那时候我们也是亲戚 亲戚感情 他是个老师 我那时候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农民 那时候我就想找一个 就是那个 不论农民 就是一个 过那种日子 是不是我父亲就是 想不想 过得好一点 对想让我过得好一点 我父亲就是 那时候他是不是教师 忙他上县钱 对方家里也都同意 当父亲的都希望 儿女们能够幸福 林大姐也觉得 婚姻大事 得全凭父母做主 所以双方的家里 定好了时间后 大姐就与当时 作为教师的前夫结了婚 对于婚后生活 满心期待的林大姐 怎么也都想不到 噩梦才刚刚开始 我跟他结婚 我怀孕他就出轨 一开始的时候没问 后期问的时候 他也承认 就说我在边 外边有女人 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我怀着孕 他就是对我回家 就是吵吵骂骂的 你跟我啥吵啊 就是他觉得在外边 好像就我一感觉 就是在外边就是有人了 回家就去看我 咋的孙子眼那种 林大姐的前夫 刚一结婚就出轨 在大姐怀孕期间 两个人也总是吵吵闹闹 林大姐说啊 这些事自己都忍下来了 因为他觉得 成个家不容易 两个人毕竟还有个孩子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 他也都想要坚持下去 那时候就是没有米吃 我就带孩子去买的米 他教学 他在中心校 就在那个镇上 他都不说把那米给我托回来 等到下个集 我就带孩子去 去了 去了后边托的米 前面托了孩子 就是正正就是拽了 就前后就是牛车 我拽在中间了 就后边坐了十多人 拉了就大米白面 两个牛 就给我生 就卖我那牛没踩到我 没踩到我 就那车骨了 就卡着我 就推着我往前推 我姑娘就是手 我抢那露骨头 就到现在这孩手 就是还做个帮 受完伤之后呢 那回来那孩手包子 他都知道 都看着了 也不问 也不问 就那时候 你说他就对我那样 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操心 林大姐从来都没跟家里人 说过什么 但这次前夫如此的冷梦无情 让大姐有些忍受不下去了 考虑再三之后 林大姐去找了公公和婆婆 希望他们能管关这件事 但是公公婆婆的做法 一下子就让大姐寒了心 她爸妈就是 那时候就是 就非常支持她儿子 就是和别人去 跟别人生了 她硬是那个女人 条件差的 方便外都不错吧 她不说理 她反正就打 不是打就是骂的 反正就是像鼻子一样一样 那时候不就是也有个房子吗 有点家产是 前夫的做法和她父母的态度 让林大姐下定了决心 她一定要离开这个男人 最终两个人在孩子三岁时 离了婚 就他那个人 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狠 我对他就是心 就是冷得彻底了 孩子那时候散岁的时候 把我们两个办在离婚手上 离婚是几几年 离婚是96年 96年离的 这之后 林大姐就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虽然辛苦 但她也从来没有后悔过离婚的决定 可是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前夫突然回来了 06年我父亲就是得癌症了 完了那个 他就来看我父亲来了 跟我父亲就是跪到我磕头啊 就是他当年他怎么怎么错了 他还想跟我生活 我这婚姻嘛 不是我父亲给我选的吗 他说那什么 给他一次机会吧 说的那个 这孩子以后上学 上大学 就是用钱的地方很多 说的他跟你俩挣钱养他 咋都比你自己努力 说你这婚姻是我给你选的 说的那个 你现在这么有家 说我死了 我都比方眼 父亲老雷纵横的一席话 让林大姐心软了 两个人和好之后 大姐这次决定啊 不计前嫌 与前夫两个人真心实意 相互扶持着过下去 他回来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多长时间 完了那个 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就是那个 在那个盘石 包两裤 完他就是 他跟我就是 过盘石那边去包两空间 然后包了 十九天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那时候他又没有钱呢 那么多年 他混得没有钱 后来完了那个 我弟弟就是 给我们开会 列台车 只好说他在外边 过得不错 给我拿五千块钱 让我就是发送他父亲 他们没有姑娘 完了就是 那个烂糟的 就所有 该姑娘买的东西 都是我给他买的 皮马带小 把他父亲发送完了 而在那时候他父亲没了 我去生他母亲的孤独 我给他母亲买菜店 给送回来了 那不他就回到两户 好 我们一起 就是两个人就是过这个日子 其实我最好就找一个60岁到62岁的 就是他基本上退休了 比我高一点 比我胖一点的 那有个稳定收入 稳定住房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饮品 它是实实在在的那种 就是想过晚年这种 不远的话我轻易有时候我不会再走